还是有关系 好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就是现在微博的热搜前一段时间 其实这个话题我没有准备什么问题 说老实话 但是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各位不知道有多少观众 有关注过中国的嘻哈歌手 与中国的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 我们都知道第一届中国有嘻哈的冠军 一个叫Guy 我很喜欢他 另外一个叫PG1 那PG1在中国有嘻哈那段时间 跟甲乃亮的前妻李小璐 就据说发生了关系 之后他们立刻三个人 甲乃亮李小璐PG1都发文澄清 我们先把那个发文澄清 2017年的那个微博的截图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是 对是这个 好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17年的时候 当时传出来 然后那个PG1呢 就说 这是我亮哥 这是我嫂子 那李小璐就说 我的说明 那天晚上一共五个人 然后甲乃亮也说 不管是夫妻情侣 还是朋友 彼此之间相互信任 最重要 好了 我们给大家放一段视频 把那个视频给放出来 是 我 已经爱上他 真是特别大的 喝的 习惹 是种的 魔法 最想 辣辣辣辣辣 还是不想回家 一个人看着电影 最欲推就出报迷后 每次 每次都想和你通电话 费到 爸爸 跌地 下次在 我 OK 那么这段视频放完之后 很快 PGvm本人就发了一段 很长很长的微博 出来要讲 就说什么视频是去年 三十四月份的 我和他的确产生了感情 什么什么什么 非常长 然后后来他还要 他还觉得是 大家对他有道德绑架 他那边就是说 我没有害过任何人 我对不起我妈 对不起关心我的家人 对不起我的粉丝 什么什么的 我是他 我是杀人了 还是放火了 就感觉他自己是对的 你知道吗 好了 他觉得很委屈 对他觉得很委屈 所以这里面 你们能怎么样 来吧 这个队伍 对吧 你们我做错什么了 对 是这个意思 那么后来呢 他的那一些同行啊 就是包括 我很喜欢的一位 嘻哈歌手 杨和苏的人就说 道德层面 该骂就骂 但是不要阻止 一个音乐人 做音乐的权利 这一点我是支持的 那包括当时替 他们两个人 背书的那个明星马苏啊 他也说 脸真疼我活该 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好的 那来吧 刘律师 你有什么想说的 我觉得是这样 这个事情呢 其实大家很明显 开始出来呢 他提到说 我们总结一下 他这个长文的内容 说重点 第一 我们的确有奸情 对吧 第一 因为在最黑暗的时刻 共同度过 对 说明他这个奸情呢 还非常真挚 相互扶持 非常深厚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他呢 他提到 我跟小鹿之间是有真感情的 你们这样对我不公平 对 你们能怎么样 这样对我 你们能这样道德绑架我 你们太不对了 我做错什么了 对 是的 他呢是悲愤的质问 对吧 是 他做错什么了 对 对不对 除了帮小鹿洗过几次头发以外 对不对 除了这个 我就是 我就是想说 其实我自己呢 我各位都知道 我是一个正经的新闻主播 我关心的更多的是财经啊 政治 就是说弹劾案之类的这些事情 一个小的建议 你说我是正经的时候 不要笑 你约笑 我在你旁边 我忍不住 你知道吗 就是我本来弹劾案讲的多好啊 他今天换了一个这个话题 我自己都有点吃不消 对 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刘律师 就是您觉得 就是现在这些明星 他们之间的这些事情 有人说啊 我包括我的妈妈 看到这个微博之后就说 戴坏头啊 戴坏头 就是有这个嫌疑 您觉得呢 是 戴坏头 从做头发变得戴坏头 头发没做好吗 是不是叫变得戴坏头 是这个意思 就是结合了很多啊 你看之前有什么刘强东的 之类的这种 东哥这样的案子 又或者是别的这些狗血破身 每年都会有 就是 所以我就想说 像这样的一个戏码 很多人也传出来说 这是阴谋论 安排好的 一出戏 演戏 但是呢 根据我这边得到的一些 我八卦的朋友的一些情报 就是那个李小璐的前夫 贾乃亮啊 去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在片场崩溃 就是我听别人说 贾乃亮是个很单纯的人 所以这里面我想问一下刘律师 就是您觉得 PG-1 他的这一番自白啊 能把他自己洗白吗 您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 阴谋论 我同意一点 我觉得这个视频呢 出来的不单纯 对 我觉得背后的主谋 就是PG-1 是吗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这个视频呢 当时只可能是 他跟李小璐两个人 他们其中之一拍的 对 对吧 不可能第三方在场 对吧 当然至少贾乃亮不会在场 对不对 当然如果他在场的话 这个可能就更加狗血 对 OK 好 想象力丰富 第二的话呢 就换句话说 这个视频要么是李小璐流出来的 要么是PG-1 流出来的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视频流出来之后 之前他的做法 对 那个PG-1的做法都是坚决否论 打死不承论 我嫂子 对吧 我爽哥 我亮哥 你们什么意思 对 你们怎么这么窝窝的 对吧 对不对 我这么单纯的好青年 嘻哈歌手 对不对 嘻哈歌手 对 怎么能被人说成这样 你们心里太英感 对不对 到现在他一口成论 对 对吧 他唯一没说的就没说 他们洗了几次头发 做了几次头发 做了几次头发 对吧 所以为什么 给我感觉呢 这个里面呢 非常诡异 对 我觉得什么 我觉得有个合理的推测 怎么样 PG-1呢 现在两年之后 他说出来了 不小心 说出真相 没有团队 没有公司 没有钱 老子现在要饿死了 对不对 他现在想到一点 解零还需细零能 我当年因为这狗血Post被干掉 我现在还要靠这个狗血Post 再次站起来 再上一次热搜 对 疯狂的做头发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就已经有一个很多的网友 都已经说出了那句名言啊 好吃不过脚糙 好玩不如嫂子 那好了 那其实啊 你知道我和刘律师 对于这种狗血破事 评论的并不多 走马 官话 相识一笑 也就过去了 但是我还是想说啊 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事情啊 不是大家不想原谅你 而是你自己做的事情 对吧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但是很怪异呢 自从PG-1发的这个长文微博以后 那么据说一个呢 是李小璐的姐姐 李大璐 对 对吧 也发了个微博 大骂PG-1 疯狗 说他是疯狗 对吧 要告他 对 要告他 说他是诽谤 对 因为很简单 因为PG-1发了这篇微博 很简单 直接承认 我跟李小璐有奸情 我就是肩负 李小璐就是淫妇 对吧 我就是西门庆 李小璐就是潘金颜 Oh my god 对吧 那贾乃亮 这个武大郎挺帅的呀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觉得贾乃亮 应该立刻打电话给王宝强 让他出来喝一杯 Oh my god 互盗苦水 抱头痛哭 再去东莞那个洗衣中间洗一次 是 那么所以呢 关于这个话题啊 我都为什么会放在第二个 就是拿来过度的 给大家聊一聊 讲一讲 就怎么算了 这里面呢我觉得 但是呢 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吧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情 对 我觉得人呢 是很复杂的动物 对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觉得李小璐呢 他呢 继续要像贾乃亮这样 第一能赚钱 第二对他好 嗯 对不对 第三呢 综后 嗯 来做个老公 对不对 可以跟他养小孩 嗯 有个退路 是个家庭 对不对 他继续要 这么一个老师芭蕉 既又能赚钱的人 守在旁边 有个靠散 有个退路 另一方面 他又由他奔放狂野的一面 他还需要PG王这样的弟弟 收美 对对对 我不知道他是需要PG王这样的弟弟 还是PG王的弟弟 来呢 释放他心内狂野的一面 好吧 对吧 两个弟弟 对不对 都需要 对 是的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人性是很复杂的 对 另外一点呢 然后吐了电光火石之针 意识到一点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 都市坚军 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PG王提到 他们是在三四月之后 就换句话说 在那个风波以后 嗯 并且还在一起 恍如热恋中的情侣 对不对 说明他心里还是喜欢PG王 嗯 对不对 谈到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我就开始蒙了 的确没有经历过 所以 或者经历太多 头发做的太多 已经盲目了 对 对不对 染过 嗯 好不好 对 好了 那么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这里面呢 就大家意识到人性呢 它是很复杂的 是的 这里面呢 对 对吧 非常的复杂 这一点我 这一点我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想说明一点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拿这个事情 跟老贝的事情做对比 对吧 贝佐斯 对 也交了女朋友 对 但贝佐斯呢 这个事情处理的呢 非常唐正 什么意思 事情出来之后 贝佐斯呢 跟他老婆离婚 嗯 跟小三在一起 嗯 对吧 我喜欢他 我呢 我也不要搞得偷偷摸摸的 对 这样的话呢 我痛苦 小三也痛苦 嗯 对不对 我要给他名分 我们就他能站在一起 跟老婆离婚 跟他在一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贝佐斯一个事情呢 我觉得做得非常了不起 什么呢 准确讲不是非常了不起 就非常呢 够爷们 他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 Washington Post 对 他特别交代华盛顿邮报 你们该报什么 报什么 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板 说不能得罪老板 我不该写了 不要因为我 影响你们的新闻创作自由 对 该透明透明 对 对吧 我这个是凡击这点事情 你们也知道了 对吧 那个鹿鸟炸 你们该看也看过了 我无所谓 对吧 那这里面呢 就是不一样 就是这里面 所以跟我们东哥 刘强龙做的完全不一样 刘强龙是四处封杀 是的 老辈是 我明确告诉你们 我根本无所谓 千万不要 因为我是老板 对 就不登 对吧 非常坦诚 非常坦道 所以换句话说呢 就好像呢 老沙 沙是比较说过一句话 三天可以出个爆发户 三年也出不了个贵族 贵族 跟爆发户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很简单 爆发户认为 爆发户会认为 自己是贵族 贵族会认为 我不是贵族 这是爆发户 和贵族的区别 对 贵族就是不忘初心的 对 可以是这么说 好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开始 回到下一个话题 那么下一个话题 其实 再 没讲够 来来来 如果其实 当时李小鹿跟PG旺 两个人就唐正在一起 说 我们是真心喜欢对方的 事实也是 对吧 我现在选择跟加拿大离婚 跟PG旺在一起 结婚也好 不结婚也好 至少 我现在跟你离婚了 我该做什么 做什么 对 也不存在 肩负淫妇 对吧 名分也有了 名分也有 对不对 这个做法呢 我觉得如果当时这样做 现在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对吧 但是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因为李小鹿贪心 他觉得为什么 他觉得PG旺 靠也靠不住 对不对 玩一玩可以 只能是地理 做做头发可以 对吧 做别的 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他希望两条 刀子没有两头快 但是他希望两头都要快 就像当年马龙一样 对吧 一方面搭着王宝强 他有钱呢 他喜欢他 对吧 另外一方面 再搭一个颂哲 对不对 一个道理 虽然他贪心 你很多时候能贪心 两个都要 结果是一个拿不到 对 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对 好 在这里面就是刘律师 对于这个情感的分析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就要结束了 那么